哈囉,歡迎回到阿伯的頻道 今天一樣是做開箱 阿伯今天又跑去哪 今天一樣是去參展 就是去炒質感 這兩天的話都是到處跑 終於能告一個段落 那也是走得蠻累的 那今天買的東西比較少 就是這些而已 因為炒質感的話 目前阿伯這樣逛下來 似乎都是以鹿角爵居多 那如果你沒有在玩鹿角爵的人 你去逛你可能會覺得有點空洞 是這樣講 畢竟你喜歡的東西變少 比如說像官葉那一類的 真的是非常的少 少得非常可憐 沒有幾攤阿,然後東西其實也不多 那快更類的話 價格可能又稍微高了一點 也不是說 一般人比較去做收集 而且快更這類植物 其實在很多年前已經流行過一次了 那目前它 你說它有在流行嗎 其實也沒有說非常的 也沒有說非常的強勢 也沒有說非常的強勢 就是說可能前一陣子 有一些人在推像象牙宮那一類的東西 但是因為 它曾經已經衝過一陣子 所以它最近其實它 衝上來的一個 大家對它的喜好度其實也沒有像之前那麼高了 因為現在目前有一個 鹿角爵 那一類的東西 它目前是比較受歡迎的 OK 那阿伯今天買的東西就是比較普通啦 然後可能是之前 沒有種過 或是一些有種過 但是之前 種死了 剛好有看到就順便帶回來 那OK 首先來看一下 先看這一袋好了 今天是買多肉居多啦 因為鹿角爵 我沒什麼興趣 然後 官夜的話 因為 今天本來是想要去買那個 南美洲那一攤 那可能因為他們東西已經賣完了 所以他們提早就先撤退了 所以因為今天又是 剛好草質感的最後一天啊 可能他們東西賣完了 然後就先撤了 所以今天去就是 沒有遇到那一攤齁 OK 那首先看這個是 恐龍蜗牛啦 我這個以前有種過 但是也是因為 可能細菌感染 然後整個都爛掉了齁 蜗牛這東西其實還蠻好玩的 我也是還蠻喜歡這一類的植物 因為他們葉片都這樣子 兩片 好像對身 然後它有各式各樣的紋路 或是顏色 恐龍的畫質像這樣子 翠綠色然後有一種 斑點齁 就圓圓的斑點在上面 OK 來下一顆 一樣也是握牛 來 噴了一點 泥土噴一些出來齁 這個把它稍微推一推 因為 因為 逛斬嘛 難免的在走路的時候 晃動啊什麼 這些東西有可能就會飛出來 然後 來這裡是一顆蜗牛 這個叫死 那我看一下 草波蜗牛 這個品種就是 你如果有溫差 就是白天熱一點 陽光強曬 應該說是冷曬 然後日夜溫差大一點的話 它會出現這種比較紅色的色澤 蜗牛真的還蠻好玩的 有興趣 你可以去搜個幾顆來玩玩看 還不錯 因為它的那個葉子型 還蠻多種 可以去挑你喜歡的 當然 有一些特殊的品種 它價格就會相對比較高一點 那像這種的話 OK都還好 都是千元以內的 所以這種 我們入手起來會 比較親民一點 再來是 黃色這一袋 一堆多肉 這一袋的話 就是一些重複的東西 就是我有多買幾顆一樣的 來 這個噴出來了 這個東西的話 幾年前 沒有中過 但是蠻多年沒看到 這個叫做 這寫哈末大兔子 然後 幾年前我種的時候 它是沒有名字 因為那時候多肉 還很流行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奇怪怪多肉 在市面上 出現 那當時這個東西 是沒有正式的名稱 這是一種 還蠻奇特的多肉 繁信科的 然後後面幾個 我看一下 這個也是 一樣的 最後三盆 我全部帶回來了 一樣 兔子 再來 這兩個也是一樣的 拿一下 玫瑰大吉 這個也是 市面上流通蠻久的品種 打開出來的話 是有點 藍紫色的 這個已經有花寶了 這個 現在就是 讓它維持 然後等它時間到 它就會打開 這顆也是 這顆 這個我才剛結完帳 走出那個 攤子 它就噴出來了 它的根 沒有炸到底下 但是不打緊 因為這種 這種 大吉克的植物 它其實這個球 這個 這裡有完整 它就會繼續生長 所以這個 只要稍微把它 埋回去固定住 就OK了 就不用太擔心了 這種植物 多肉類的 縱使它今天整個噴出來 都對它沒什麼影響 來我移一下 接下來換這一袋 也是多肉 是多肉 我這個噴的有點嚴重 稍微把它 調一下 再把它打開來 我幫你等一下那個 表面的石頭 全部 飛出來 來 這個好像叫做糖果 這個是 算是一種 枝幹型的 翻信科 的植物 所謂翻信科 就像這樣子 它的葉子 就是會 膨脹 像QQ的 像QQ糖一樣 像剛剛這個兔子 也是 它的那個質感 其實是非常的相似 這一類就是翻信科 還有那種石頭玉 或是一些燈泡 鴿子蛋 那一類的 都是翻信科家族 那這個傢伙也是 OK 下一個 我看到有一個倒掉的 這個 這個等一下會很慘 我應該拿起來會非常的慘烈 來這個 這也是翻信科的 忘記它的名字 我忘記名字 來 看一下 看一下 這個應該也是像剛剛那個糖果那一類的吧 也 也許 名字也是叫什麼 兔子之類的 因為店家它只有在 某一盆上面有插牌 其他沒有都沒有附 那我也是 買完就忘記去拍它了 所以忘記它叫什麼東西 好 OK 這兩個 倒了 這兩個倒掉的 稍微先敲一下 等一下 噢 噴得到處都是 比較不好收拾 來這個是 小松綠 這個是比較常見的多肉 噢 那早年有在種的時候還蠻貴的一顆 噢 那也是種失敗 噢 這個好像還蠻容易爛的 就是 環境不夠通風的話 然後可能水稍微多了一些 很快它就會從那個 底下它是 木質化的金 很容易就會腐爛掉 所以這個 盡量就是要放在通風一點的地方 然後不要讓它 這裡面積到水 盡量就是保持乾燥 再來 找一個別倒的 噢這個很慘 這一顆摔得很慘 看一下 全噴了 有沒有 稍微 先把它 把它賣回來 放了一下 拿出來 這樣子 噢這個就有名字 噢剛好拿到最後一盆 然後牌子還在 噢冰金 不過這個冰金跟 以前阿伯種的那種 冰金有點不太一樣 早期的冰金的話 是 葉片是比較長條狀的 那現在這個是比較短 好跟早期的冰金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東西 就是業者自己取的 那實際名稱是什麼 要再去查過 它學名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只知道這個是 繁星科的 跟剛剛那個 那個糖果啊 跟這個糖果是類似的 類似的東西 一樣是有 木質化的金 然後 肥大的葉片 OK 然後再來一個 這個 這個是 激水鳳梨啊 是 斑馬 我看這顆的花紋 覺得還蠻不錯的 就給它 帶回來 這個袋子有點 KK的 還是要這邊卡住 這裡 好 拿出來 OK 看一下這一顆 這顆 這顆 雞水鳳梨 蠻大盆的 這樣子 斑馬 沒玩過啊 第一次買回來玩玩看 上禮拜去那個 水美園有買那個 石蟲鳳梨 石蟲鳳梨 也是雞水鳳梨這一類的 雞水鳳梨 比較少種 就是 剛好有看到就 覺得它蠻好看的 帶了一顆回來 種看看 這個東西其實它在 種植上 比較沒有那麼困難 所以這個東西 應該是不會太難送 OK 它的花紋 這個一節一節的 像斑馬的 身上的紋路一樣 漂亮 今天就是 帶來這些東西 因為 說真的 因為上禮拜去過了 那個 水美園 那今天 到 草質感的時候 有蠻多的 廠家都是重複的 像一些賣 多肉快根的 基本上都是同樣的 店家 所以 上禮拜去過了 那這禮拜又再去 一樣都是一樣 攤販的話 看起來都是 差不多差不多 所以基本上 今天這樣 逛下來的話 沒有太多 驚豔的感覺 那主要是因為 關夜 就是火鶴啊 那也列子路 就是沒什麼人在賣 所以 逛起來 真的是 以 鹿角角 佔大多數 那你真的對路沒有興趣的人 你去了之後 可能會有點失望 因為你的選擇就不多了 再來就是阿伯剛剛前面講的 快跟的價格比較高 那一般人 比較不會想說 嘗試去 入手啦 因為它不算是比較入門的品種 因為價格相對 高了一點 那 有些人看了看就覺得 噢 可能不想出這個價格 去買這個東西 怕會重死 之類的 有比較多的考量 所以 基本上這一次的 我們這樣逛展 這樣逛下來 其實 呃 東西 不是說 種類不是說那麼多啦 所以 逛起來的話 會 我個人 會是有一點 小失望 沒有像 網連 那時候還有多肉子 我還蠻 蠻夯的時候 那個時候會 比較有 更多的選擇 那這次真的是選擇性 非常的少 那又再加上阿伯上禮拜 去過了水美園 所以 重複東西太多了 所以 進去之後就是 隨便看一看 就 帶來這些多肉 這之前有 曾經有想要買 還沒買的 然後就買這些多肉回來 大概就這樣子 大概就這樣子 相較起來 因為阿伯昨天去了 藍展 藍展的話 會 我比較大家推薦去 目前這個 國際藍展 會比較 有多的東西可以看 那商家的東西 也是還蠻豐富的 那因為這個 好質感 目前已經就是 今天最後一天已經結束了 明年的話 我會希望有 更 更 更多不同的植物 不要說只是在 鹿角爵那一塊 繼續再 擺一樣東西出來 OK 好 那今天沒有下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